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共哪一方 都是公认一流的 国民党著名军世家杨洁 曾把邓小平与刘伯成 陈毅 素语 并称为古 龙 标四大将 邓小平练刘伯成之后 魏虎将 对邓小平 毛泽东也对人说过 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 一举击败蒋介石 使蒋丧失百万 邓小平从百色起义开始 一生打过很多的仗 他第一次挂大帅 是著名的淮海战役 战役打抢后 毛泽东就给陈毅 邓小平 赴予并告华东局 中联局发点 整个战役同意由陈邓指挥 十五天后 他又证实明确此战由邓小平挂帅 这一次挂帅 中央军委是这样规定的 此战统筹的领导 由柳 陈 邓 素 谭武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 可能十台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 经常由柳 陈 邓三人魏常委邻基处至一切 小平洪志为总前委书记 邓小平为总书记 既是第一责任人 也是第一指挥人 对此 1989年11月 八十五岁高龄的邓小平 接见二爷战事编写 这在回忆淮海战役时说 毛主席对我说 我把指挥交给你 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 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 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也就是说 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 都归邓小平指挥 刘伯承 陈毅也是邓小平的部下 而听他的调遣 那么 邓小平这一次挂帅的战果如何呢 整个淮海战役历时两个多月 共计六十六天 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超过一百万 解放军已受队多 六十万占八十万 而邓小平镇定指挥 整个战役 间敌十一个军部 四个兵团部 消灭敌人五十五点五万 在战役开始前 毛泽东准备牺牲十万 结果解放军只阵亡 两万五千九百五十四人 敌我损失比为四点零六 一 此战震惊了中外 也宣告了蒋家王朝的最终垮台 一九四九年一月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毛泽东高度评价说 淮海战役 好像是一股生米饭 还没有煮熟 就在小平同志统帅 只会下一口一口地吃掉了 毛泽东只表彰了一个人 邓小平 邓小平显示出了 杰出的大战役指挥能力 随后 在渡江战役中 毛泽东继续以邓小平 为总前委书记 并且在解放南京上海的战斗 再次取得辉煌胜利 正如毛主席所说 他两次挂帅 将丧失百万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杰出的大战役 做得更多责任编辑 杰出的大战役